我和我的夫人,曾经的各位专家学者,女士们,先生们,我和我的夫人,我的同事, 我非常高兴,也非常荣幸,作为伊拉克翁博物馆第一批的参观者, 而且,来出席,在克里道道上,最新,最大部网站的开馆仪式。 我们对各位专家的开馆仪式表示热烈的祝福。 今天,我们支持伊拉克翁博物馆 这些丰富的,也是讲述着伟大的爱琴海,米洛斯文明的故事的地方, 使我们从书本对米洛斯文化的了解,到了克里特岛,亲身来感受这一古代文明的辉煌。 我们对此,对你们的文明表示尽。 我还想说的是, 中国人民对克里特岛还有另一层情感,那就是在三年前,利比亚发生危机, 中国的公民有一万多人要撤桥途徒经希腊,我们向希腊政府请求帮助希腊政府,在第一时间给了回应。 克里特岛的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热情。 你们的地方政府,你们的地方政府的领导人,亲自到港口去欢迎中国第一批撤离的公民。 你们的岛上的居民把已经停热的旅馆的旅馆的旅馆打开,欢迎这些经受着战争恐吓的中国公民。 我们对此,忠心的感谢,中国人民永远的名字,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。 。 在每适行的集氣管,我們兒 concer分開了很多 甚至同一個比例,他們在這種速度公司 輸入境下的小學校,他們在這些人 福底行集中,實際上,他們尊重重生氣 我很贊同刚才总理先生所说 中国和希腊都是孕育了 伟大文明的国家 我们之间在哲学理念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在希腊神话中 耶阿歹那神就选择了橄榄枝 这种对和平的热爱的理念 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的责任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 和威富 中国人民永远 我和威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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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总理先生还说 其他人很重视家庭 中国人也有很强的家庭观念 在中国的社会上 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家和万世心 我们可以说 是东西 两大文明的杰出代表 西方的宣泽 就西方的哲人就说过 如果没有罗马文化 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在刚才总理先生引用的 希腊神话宙斯的故事当中 就使我们不由得想起 欧罗巴 欧洲 他的名字正是来自欧罗巴 我们很高兴今天来到 克里特大 来到 多罗巴 根 因此 哈利哥 巴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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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时,在中国文化部长说,我在参观当中仔细地分辨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不同确实是这样。 我们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点,但是毕竟我们又是不同的文明的代表,又有着不同点。 这恰恰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,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。 中国和希腊文化的交流、互建、相互的学习就有了条件和基础,就会使世界变得更为灿烂。 Например,яет有一点对私 dick,远是技术的文化。 正当我看起来了做银々ew年时,舞,年金广体至少的作是病视义。 和你俗语歷史审静 是总统的一般 是这一场是我们的一部 我们的两国家 就要会用的一样 而且是我们的一般 我们俗语者 对这些人的一家 我们的一托 他要蔽 屈指标语 的那个国家 是非常有绘性 对的重点 对人的国家 我此次访问西拉和中西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两个声明 我和总理先生也见证了若干务实协议的签署 中西在政治互信务实合作文化交流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 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为一个文化项目来建政来推动 他也会推动中西全方位合作的发展 我认为中西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 这是我想起了普拉图说过的一句话 我记得不是特别准确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藏在人们能看见的事物背后的东西 我认为中西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